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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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周公和 这一课是律法与恩典的第七课 应许的成全 这一课我们准备从旧约转入新约 我们会先温习一下 亚伯拉罕之约与西乃之约 然后我们说明上帝如何 是一位信实守约的上帝 那会有三大点 第一点是亚伯拉罕之约 第二点是西乃之约 第三点是基督的来临 先第一点亚伯拉罕之约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 上帝向亚伯拉罕 就是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 显现 赐给他应许 上帝吩咐他要离开他的本族本家 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 而且 给他一个应许 就是地上的万族 要因他而蒙福 那么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 第十六节 上帝就指着自己启示 然后把更清楚的应许 告诉亚伯拉罕 上帝说 地上的万族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这个是创世纪二十二章 第十八节 地上的万国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那么保罗在加拉台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说 上帝所指的后裔 不是众多的后裔 乃是一个后裔 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 亚伯拉罕就 顺从上帝的旨意 离开了他的故乡 那么他们整个家族 离开了乌尔 住在哈兰 那么终于呢 在他七十五岁的时候 他就从哈兰 到达了应许之地 就是迦南地 那么迦南地的第一站 是事件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图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呢 我们看到 有事件的废墟 也有一些现代的建筑物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 到达应许之地的第一站 亚伯拉罕在事件 建立一个坛 在那里敬拜上帝 那么到了 第十五章 耶和华在异象中 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 对亚伯拉罕说 我必大大的赏赏你 那亚伯拉罕说 你没有给我儿子 你还给我什么呢 因为没有儿子 他的后裔不可能成为大国 没有后裔 他的后裔就不可能 承受迦南地为业 没有后裔 就不可能因他的后裔 万国蒙福 所以关键性的就是 他必须要有一个儿子 那么上帝就对他说 你家里面的仆人 必定不成为你的后裔 是你己身所生的 才成为后裔 然后耶和华把他带到外面去 给他看天上的心 他说你看天上的心 你数得过来吗 你的后裔 好像天上的心那么繁多 那么亚伯拉罕就相信上帝 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 这个是第十五章六节 亚伯拉罕信上帝 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 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 因信上帝的应许 上帝就算他为义 因信称义 就是一个人得救的方式 因为称义就是罪得赦免 与上帝和好 并且有永远的生命 亚伯拉罕因信被算为义 那么上帝呢 在大概亚伯拉罕之后 六百到八百年之间 带领亚伯拉罕的后裔 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二大点 就是西乃之约 耶和华跟以色列人 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 以色列人启示 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请大家注意 亚伯拉罕之约 是上帝启示 把应许赐给亚伯拉罕 但是西乃之约呢 是以色列人启示 说要遵循上帝的律法 哪一方启示 责任就在哪一方的身上 那么摩西跟以色列人 在旷野里面都留了四十年 后来是摩西死后 约苏亚才把以色列人 带进迦南地 就是应许之地 在摩西去世以前 记载在《生命纪》 二十七跟二十八章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 六个支派 要在基利心山上 宣告守约的诛福 然后另外六个支派 要在以巴鲁山上 宣告被约的咒诅 我们看一处经文 就是《生命纪》 第三十章第十九节 摩西说 我今日呼天唤地地 向你们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 成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西乃之约 是给以色列整个民族的 以色列整个民族 如果守约就会蒙福 国家会兴盛 如果他们被约 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民族 会受到被约的咒诅 使以色列这个民族 生或死 的问题 所以 西乃之约 主要是上帝跟以色列 整个民族的关系 并不是关乎我们个人 是否得救 承受永生 的问题 关于个人的救恩 是在乎 因性称义 就是 创世纪十五章六节 所讲 亚伯拉罕 信上帝 上帝 就以此 为他的义 那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原来的那张照片 就是 事件的废墟 如果你仔细看 这张照片里面 左上方 有一座山 右上方 有另外一座山 左上方那座山 就是 基利兴山 右上方那座山 是 以巴鲁山 当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以后 约束亚 会带领以色列人 到达 事件这个地方 就是 亚伯拉罕 进入迦南地的 第一站 那么 六个支派 会在 基利兴山 宣告 祝福的话语 然后 另外六个支派 会在 以巴鲁山 宣告 被约的 咒诅 那么 我们看 第二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 基利兴山 你看 这座山呢 是绿的 而且有很多的树 以色列人 六个支派 在 这座 绿色的山上面 宣告 祝福的话语 那我们 现在看一下 第三张照片 这个就是 以巴鲁山 你看 这座山呢 是光秃秃的 是 没有树 没有草的 以色列 有六个支派 在 以巴鲁山 宣告 被约的 咒诅 那么 我刚才讲过 西乃至约 以色列人承诺 要遵守 耶尔法度律法 这个是 关乎 以色列 整个国家的 存亡 生命 或者死亡 那么 并不是 牵涉到 我们个人的 救恩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借着守律法 我们不可能 得到永生 在 罗马马书 三章 二十节 说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着 行律法 而被称为义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 可以借着 行律法称义 为什么呢 因为 罗马书 三章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 很清楚地 告诉我们 因为 私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 上帝的荣耀 所以 没有一个人 可以借着 行律法 被算为义 那么 如果要被算为义的话 就是 需要借着 因信称义的 路线 可是呢 因信称义 这个救恩的方法 如果要成立的话 亚伯拉罕的后裔 必须要降世 亚伯拉罕的后裔 耶稣基督 必须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人类赎罪 当耶稣成全了救赎的工作以后 我们才了解 为什么我们可以靠着信心 白白地被算为义 耶稣的赎罪 不只是拯救他以后的人 也拯救他以前的人 亚伯拉罕 硬信 被算为义 罪得赦免 也是因为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留的宝血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进到第三大点 就是基督的来临 亚伯拉罕死后 大约两千年 上帝终于成全他的应许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三十一节 有天使向玛利亚显现 对他说 你要怀孕圣子 可以给他起名为耶稣 他要伟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玛利亚 同真女玛利亚 所生的耶稣基督 而且这位耶稣 其实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 他在永恒中 与天父与圣灵 同荣同尊 当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成为人的时候 他并没有失去了神性 乃是加添了一个人性 所以呢 教会述来都相信 耶稣基督 他有完全的神性 也有完全的人性 一个位格到永远 这是基督教正统的思想 而且不只是基督教 天主教跟东正教 也都如此相信 耶稣基督 有完全的神性 也有完全的人性 一个位格到永远 因为他有完全的神性 所以他所献上的赎罪祭 有无限大的价值 可以为世人赎罪 因为他有人性 所以他才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 成为神的高养 为我们赎罪 因为神不可能死 上帝不可能死 但是人才能够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样看来 我们的救主 必须要有完全的神性 也必须要有完全的人性 天使对玛利亚 说的话 说你要怀孕生子 而且他要伟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这位耶稣基督 就是上帝的儿子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我们看到天使向约瑟显现 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么天使对约瑟说 他就是玛利亚 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耶稣基督将要为他的百姓 死在十字架上 为他的百姓赎罪 如此就可以把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 所以我们可以因信被算为义 我们可以领受 从上帝而来白白的恩典 那么我们现在更仔细地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们看46到48节 这是玛利亚被圣灵感动 她所说的话 也可以算是一首诗歌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这是玛利亚的赞美诗的前面的两节 那我们现在跳到54跟55节 这里说 他辅助了他仆人以色列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是怜悯直到永远 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在玛利亚的诗歌里面 玛利亚就提到上帝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表示这个耶稣的来临 这个婴孩的诞生 是上帝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耶稣的诞生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成全 那么我们现在看同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67到73节 这段话是施洗约翰诞生的那一天 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所说的话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 第76节这里说 施洗约翰要行在主的面前 预备他的道路 所以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 当施洗约翰诞生的那一天 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 说第67节开始 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 就预言说 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普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 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 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主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所以第72节很重要 就是施洗约翰的来临 跟耶稣的诞生 是上帝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上帝启示对亚伯拉罕说 因你的后裔 万国都要蒙福 而这一位后裔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 在圣经里面 当耶稣基督的诞生 那么圣灵就充满了玛利亚 也充满了撒加利亚 让他们两个人口里面说出来 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现在终于成全了 因为基督的来临 上帝彰显 他自己就是信实守约的神 那我们现在可以 去到我们的结论 这堂课的结论就是 第一 天父是信实的 他所应许的 他必定成就 有些时候 神的百姓需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一件事情上 神的百姓等了两千年 因为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是两千年之久 但是上帝不会忘记他的应许 他指着自己启示 那么他所赐的应许 必定会成全 因为上帝的本性是信实的 第二 当上帝纪念 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他就在所定的时候 参与他的独生子 进入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以后 就为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赎罪成全了九恩 那么第三点 我们需要肯定的 大家每一个人都需要清楚的 就是 自从亚当堕落以后 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着行律法 被算为义 但是呢 凡是信靠耶稣 投靠耶稣的人 罪就得赦免 他就跟上帝和好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 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 这个是白白的恩典 因为救恩 不是我们 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可以赚回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 私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典 在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所以呢 如果我们想要走 这个西乃之约的路线 靠着我们的行为 试图赚取永远的生命 这个是实路一条 这个是实路一条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着行律法诚意 我们唯有就是 信靠上帝的应许 被上帝算为义 这个就是救恩的方法 那么上帝的应许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 不只是 创世纪二十二章 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也是一个应许 我想大家都知道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所说的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 信靠应许 就被算为义 被算为义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罪得赦免 耶稣的义归给我们 因此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是白白的恩典 愿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信实守约的上帝 你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在基督耶稣里面 你已经成全了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需要承认 我们都得罪了你 我们亏劝了你的荣耀 我们也要承认 靠我们自己的行为 我们不可能赚取永远的生命 我们唯有就是依靠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所成全的救赎 天父我们相信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的罪得以赦免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得以在他里面胜过死亡 天父我们感谢你 这是白白的恩典 是我们所不配得的 所以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送赞 归给你 感谢你 你是信实守约的上帝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阿们 阿们 阿们